安稳的事实上提起来特别明显 你看他到了青少年时期 他仍然表现了经常跟着妈妈 这十一二十应该 逐渐地远离爸妈妈了 对 那安稳没有很好的转变这种意见呢 我们把这种贪路状态 就叫做一个有人称之为 要恋慕情节的一种固化 你看他表现了一方面 跟妈妈吵得很厉害 吵了以后呢又后悔 对 因为他跟他妈妈的关系 我觉得就是前后完全是两种 小时候是极度的依恋 依赖不可分离 后来他自己得了这个病 发现又有问题 然后和母亲之间的关系 也显得很焦虑 对 有时候甚至非常的那个 吵得很激烈 对对对 甚至闹得很僵 对 那你说前后的反差这么大 甚至说明什么呢 这个说明的话 就是从心理学 就一方面 他实际上来讲 有恋慕情节 对母亲有依恋的 另外一方面呢 他有 他自己就知道 他应该独立了 独立 但他独立就独立不了 所以他内心是有很多冲突的 这种冲突很严重 所以他实际上 他就很痛苦 我们叫所谓的 恋慕情节这种固化 在他身上就表现了 特别的允许 心理医生认为 阿文出现这种行为 和他恋慕情节固化 有很大关系 然而 恋慕情节 似乎是很常见的心理状态 许多男人都对自己母亲 有着深刻的依恋 这不禁让我们感到奇怪 难道恋慕情节对人的影响 会有这么大 实际上呢 从我们心理学生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 恋慕癖 它是一种性偏好障碍 而恋慕情节呢 是我们很多人 就是我们男性 可以说正常男性 他必须要经历一个阶段 因为我们男性在这个 婴儿期就三岁到五岁的时候 重要的一种责任 或者一个任务 就是什么 要把对妈妈的这种意念 转化为呢 对父亲的认同 而阿文在这个问题上 就在这个阶段就出了问题 如果说正常的人的话 他转化得很好的时候的话呢 一般后面呢 就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如果没有很快的建立 一起跟父亲的认同 跟母亲没有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过渡分离的话 就很容易陷入恋慕癖的 这样一种拐权当中 就很容易呢 就是说会增加以后 出现比如说这种恋慕癖 我们就是一种叫什么 性偏好障碍的这种可能性 而且会增加什么 他以后与异性交往 出现障碍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但是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对 并不是全部 对 阿文的独特嗜好 和练步情绪固化有关 但这也许仅仅是一个方面 那么阿文后来又经历了什么 这些经历 究竟给阿文的心理 带来怎样的影响 请明天同一时间收看 难以启齿的诱惑 下集